中秋节快要到了新北市新庄区公所 要让市民朋友提前欢度一个充满音乐和欢乐的中秋之夜 区长朱思隆表示 晚会将会邀请多位台语知名歌手来登台现唱 表演是精彩可奇 台语月夜2024新北市新庄中秋音乐饗宴 邀请了黄飞 曾馨梅 中秋节快到了新庄区公所 用心规划要让市民朋友提前欢度一个充满欢乐的中秋音乐盛会 今年9月14号晚上 我们新北新庄的中秋音乐饗宴呢 又要来举办了 那我们这次举办的地点呢 在我们新庄运动员区的阳光草坪 我们今年呢是以台语金曲为主题 那我们有邀请了六组非常知名的台语艺人 包括小峰飞飞 然后还有包括陈馨梅 还有我们台语金曲天后黄飞等等 总共有六组知名的艺人 会为大家来献唱经典的台语歌曲 这场音乐饗宴将以台语金曲为主题 并邀请了多位知名台语歌手等才献唱 将为市民朋友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 要陪伴大家在美妙的音乐中度过一个最难忘的中秋夜晚 朱世勇表示除了精彩的音乐表演 活动周边还邀请了多个机关单位现场宣导 也让市民在享受音乐的同时 获得更多市政当下最新的使用资讯 现场还有包括各市政府各局处的摊位的市政宣导 让民众能够了解最新的市政的消息 精彩单元还在最后 区长强力推荐大小朋友千万别错过现场所安排的 这项带我去月球拍照的活动 可以为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 那最后也要提醒大家 在我们的会场 还有进行这个急拍急冲的一个带我去月球的即时照片 照相区 还有包括我们的月球的照景 还有玉兔的看板 能够跟我们月球跟玉兔一起合照 希望我们新庄的所有的好朋友 能够合家一起来 9月14号晚上7点 来到新庄的体育园区阳光草坪 一起来参加台语金曲响宴 朱世勇说这次的活动 不仅是为了庆祝中秋佳节到来 而且期盼能够增进市民之间的互动交流 他诚挚邀请所有的市民朋友 在9月14号西家带卷 一同来参加这场充满音乐盛会的中秋夜晚 记者黄又贤新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